哈囉大家好 我是魚寶寶 歡迎收看魚寶釣下去 跟著蝦妹拜師協議 今天我們來到台南的銅鍋釣蝦場啦 受到幹蝦兒手作工廠的邀請 他們今天在這裡跟銅鍋一起舉辦了 三王以後的團體賽 受到邀約的我非常的緊張 但是沒關係 成立以赴就對了 等一下來介紹一下我的作委員 我們先進去看一下裡面的環境吧 GO 全村的希望 我要幫大家抽籤 這一種給你交給 陪你抽到底有嗎 好 看看我的好手氣 好 魚寶幫我抽好位置 拜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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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託 我都超帥的 我都超帥的 看一下位置 它這樣子晒也 minut了 然後你剪到我的手說 肚子阿爸幫你刮一個小時就好 我們一個小時 想要怎麼上廁所就怎麼上廁所 那我們就放很久就好了 準備開始囉 先釣遠了 3 2 1 這次的菜是公蝦 所以支度一定會比較少一點 把我每個去鬧就好了 有些人開槍但蝦也沒起來了 還是會噴 沒有 我剛剛不是他幫他用 判住了 把我來包子不夠力嗎 打 打啊 沒打 夏天你不愛 聽到我的隊友在緊張 一個號一個號慢慢打就好了 好厲害 好厲害 亂拍 不過一直給默默的一個信號 但他有時候承得又太快了 是你不急眼吧 還是我現在只要承就打 要打啊 水管嗎 蛤 那我不是目的嗎 魔號 蛤 我放哪個都沒有啊 丟外面燈等等看 哭哭耶 你這個很大吧 給你面子吧 兄弟 來 第二次放箱 來 第二次放箱 來 放箱 我想要掉狗子吧 最愛是希望的 五妹 到底為什麼會這樣 我的狗子明明就很欠 一條是隨身擠的啊 不錯 對 沒時間 不用換二 好了 我要認真囉 最後二十分鐘 那種訊號都打不到 那要幫他調 偷一點點就打到了 到了 沒打到 沒碰到 很好看 他就這樣悄悄的 游走 游走 我不知道現在怎麼辦 到底到下面 可以啊 對我一個人丟十五隻 一直放箱 前來都不敢封籤 那你們請踢伏伏啊 只是想拿一千塊 蝦長你會不會吃飽啊 我要放棄了 太晚了吧 太快了吧 我想要比賽 蝦魚都很長 看我平常釣得好 都是真實的啊 希望觀眾不要覺得 為什麼我平常釣得這麼好 比賽釣得這麼長 為什麼我平常釣得這麼好 沒有在比賽啊 每一隻都很重要 所以我們就是要去封線 看有沒有重量 有重量代表勾子在對的地方 有一個反作用力 就可以點點它 他都不敢封線 就要看蝦子 長不長臉 自己把線走近 這次就滿緊的 真的是後追型選手 跟我一樣耶 上班場在滑水 下班場努力上班 比賽的時候就是顧好自己的事情 會看隔壁就只是參考 收集群報 假設只差一個位置 訊號差很多 就有很多地方可以參考 比如說他丟的位置 或是水深之類的 封線才可以知道 那個鬆鬆緊緊的感覺 搞不封線 單方面只靠蝦子 蝦子是很聰明的 他不會那麼笨 把線走到很近 我們要做的是 要把很聰明的蝦野釣起來 那就逼我 對 這樣帶 你看 訊號慢慢壓 不要鬆線 更鬆 這樣鬆了結果要靠蝦子自己走緊 有點太長 都是該鬆的時候緊 該緊的時候鬆 像剛剛有訊號帶不出來 其實就是要更主動的去帶線 因為他已經不會再給你任何資訊 既然訊號都出現了 代表他已經在附近 那你要想辦法去把訊號做出來 再鬆線 對 靠著 這次就有調整 Yeah 我整個點點看 我要再鬆回去了 好了 回雙溝吧 我的鍋子又不見了 在那邊 右邊 其實我覺得差不多 因為一個人分到的量不到半斤 4 3 2 1 拳頭要開 1 2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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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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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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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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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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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4 2 2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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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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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賽制很特別 它是團體賽比完之後 全隊的最高之數 還可以參加一場個人賽 所以等一下我們繼續看下去 現在是中場休息時間 OK 那我們等一下見囉 掰掰 好啦來跟大家介紹我的第一次位的隊員就是 羽佑 謝謝你來找我的賽賽 那你分享一下高興德 剛剛前面兩位已經分享過了 前面幾場下來的時候 蝦子都已經非常有壓力了 那變成說這個狀態下的話 它蝦子基本上敏感度會特別高 就只能不斷去調整自己的釣法 去改變自己的水深 然後求命中率高一點 雖然我們今天釣得不好也不用虧心 因為比賽就是這樣 但我們就是要努力盡盡自己釣機好了 我也有很多還要學習的地方 也謝謝宜佑的參賽啦 我們下一次 下次再見 好啦 釣完啦 總結一下Ending 這場團體賽呢 是我們的乾蝦兒首座工坊 以及同國釣蝦場一起聯合舉辦的 欸 為什麼這次想要辦三王以後的比賽呢 比賽有女性釣蝦 不要覺得說釣蝦是一個男生會玩的遊戲 然後也是希望所有的女性 都可以參加這個賽事 對 女生真的很友善 那女色紅包都是用籤在發的 怎麼會這樣 怎麼那麼大氣 整場活動看起來 我覺得你們社團辦的算事 真的是很有條理跟規矩 在辦賽事之前有做什麼樣的行前規劃嗎 大部分都參考同國延續下來的規矩 所以同國釣蝦場本身也會自己舉辦一些比賽 對 那我要分享昨天跟社團團練下來 以及在這邊做釣的感覺 我覺得通國就是整個裡面環境是很舒適的 而且重點是他每個位置旁邊也有插座 超級貼心的 這間大廠開多久了 目前到現在大概開了四年多 每一年我們的週年慶都是在雙十國慶 因為我之前有為了我老婆研發一支釣竿 這一次我週年慶我會拿這支釣竿出來送 對因為他只有限量150支 你要放幾支 秘密 秘密 所以是現場只要開單就有機會可以做到就對了 對對對 以台南來說 有很多釣蝦場基本上都是複合式的 那有一些小朋友可能就比較不方便去 對那我們是純就是釣蝦 然後餐廳用餐 所以我們就比較沒有那個困擾 釣蝦場裡面也全區都是禁煙 對所以歡迎有小朋友的也可以帶小朋友一起來釣蝦 如果隊友剛釣完之後 結果社長居然在跟他檢討剛剛的釣況 我們不會用責怪的方式 我們會用說就是如何改善下一場會更好 這怎麼釣的不好是真的環境天氣啊 蝦礦的問題 所以我們不會給社員任何大壓力 對我覺得這樣很棒 就是大家一起學習一起成長 好啦那最後呢 如果呢有去台東釣蝦的朋友呢 可以到台東的黃金海岸找 社長 然後如果呢來到台南上話的朋友呢 找老闆啦 最後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幫我們按讚 訂閱加分享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